比畫多啊 所以看得出來寫得還蠻瘦的 如果單單這個字拆出來 人家搞不好拆不出來什麼字體 現在這裡其實可以加出 它也沒有加出 其實應該是比畫多了 上面這個點是比較大 兩個點在一起 大小稍微差一點 不要讓他覺得每次點都一樣大 這個是要逆回去 一波三折 彈起來變瘦 擠 飽滿的 斜的 超斜無敵斜的 重的 往內縮 擠 標準的寫法 以前的鼠都喜歡寫下面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這個鼠拿出來好多人都不認識 沒辦法 因為古代就這樣寫 如果你選懈怠的當然也可以 不過書法家有時候有個怪批都喜歡寫古字 這樣可以證明別人看不懂他自己看得懂 其實這樣不是很好 其實這樣不是很好的 滅 注意這點的話 不管他斷 斷著連著 連著斷著 不管怎樣 看起來就是必須要比斷一連 所以他這個筆尖的方向一定要準確 筆斷一連非常重要 在書法裡面幾乎一直在強調這個句子 因為這樣看起來那個字的脈絡才會清楚完整 才不會覺得寫字是斷的 就像唱歌唱到那氣力斷掉的感覺 必須要一氣呵成 一氣呵成 一氣呵成不是一口氣 就像我邊講話邊聊天邊寫也換了好多氣 旗子偏長一點 高一點 但上面這個三部 寫的東倒西外就算了 寫的它真扁 扁歸扁 既然它已經扁了 你就必須要保持這個間隔距離 均間 所以有時候上面怎麼樣就會影響到下面 所以第一筆跟第二筆的距離最重要 因為它決定這個字的間隔距離了 不可能邊寫邊改的 愛 這個筆畫也很多 愛其實也算是屬於那種難寫的字之一 有些字真的不好寫 這裡寫得非常的瘦 主要是因為怕擠不進去 撇 撇 稍微遠一點 因為中間還有撇 上次這個愛7是第二次出現的 它一樣寫到這個愛 它看起來都寫得有點瘦 挺近 只有最後這一筆才會加重 這個字有人翻成網 有人翻成鋼 如果照字面上的含義 打叉叉感覺比較像網 網子 很外細則 所以像我們在學書法的時候 看旁邊的試紋 我們都懷疑說那個試紋對不對 錯了我們也就跟它錯一輩子 所以這個一插一下 打叉叉 吃 不知道第幾格了 這個是標準字 在出唐的時候大概不會有人這麼寫 在延正清寫過以後才比較多人這樣寫 這個字是現在的標準字 但以前不是這樣寫 以前人能 左邊是撇橫直畫 跳上去點 標準字是像他現在寫的這個 其實他寫這個標準字真的很漂亮 這個字不管誰才寫都會覺得這個字不好寫 不好排 因為旁邊不穩 不過我個人覺得 嚴正清排這個能寫的真的是有能力 排得很漂亮 加 加就覺得略鬆了一點 主要是這個樹勾 好像突然變瘦了 因為他以下寫得很胖 寫得瘦了以後中間空隙就會加大 加大以後覺得這個字好像略鬆鬆的 這口還是保持扁的 橫畫突出來拉長 金 上面的米 中間要留寬一點喔 留寬一點是因為中間有一束 很多的都沒留寬到這個幾層一團就很可惜了 撇長 點短 右邊還有字嘛 那青的話上面兩行應該偏短 然後下面這邊偏長 那注意長畫都會有點粗粗細細 有時候加一點骨頭 因為右邊他一些像都寫得比較粗 而且寫得比較低 這個就是最奇怪的怎麼可以用挑呢 他就是喜歡用挑啊 他就是喜歡用挑啊 他就是這樣做的 請問問他 他就是這樣做的 他就是這樣說的 我叫他用挑戰 他就是這樣做的 這次就做的 有時候 這邊就是這樣做的 感谢观看